近年来,台湾许多地区都在推广友善环境耕作,希望以减少使用农药来维护生态环境。 而在台东,就有生态学者在友善环境耕作的田区架设红外线摄影机,结果就录到有12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出没。 其中,还有生长在高海拔的黄猴雕,也跑到了田里头。 二级保育鸟类蓝富贤家族悠闲地在水稻田中觅食,它们的身影都被红外线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另一个田区,记录到石屑蒙漫步穿越,还停下来回头张望。 最特别的是,一只黄猴雕跑到田里寻找食物,还碰了一架摄影机快速离开。 池上向部分农民推广友善环境耕作,减少使用农药或是有机耕作,尽量传出野生动物出没。 有生态工作者,特别和五位农民合作,进行影像记录,看看田里到底有多少野生动物。 两年来,一共记录到12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出没,但没想到,高海拔的黄猴雕竟然会出现在水稻田。 是环境友善,还是他们的漆地被破坏迁徙下山,还要再调查监测。 在地海吧,发现黄猴雕有可能是因为气候或者是食物的异常导致的结果,但是因为目前累积的数据还不够多,所以还没有办法有效判断到底为什么黄猴雕会跑到田区。 农民说友善环境耕作引来的野生动物目前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破坏农作物的情况,对农作物也很有善。 不过政府推动友善环境耕作六年多来,全国有一千多公顷农田加入,但生态工作者认为,不只是协助这些农民推广农产品,还需要进一步纳入生态监测机制,提供友善环境的调查成果,让更多农民加入友善环境耕作。 记者 张明哲 台湾报道